好 说到这个明星情侣的恋情 我们之前也聊到了 总是受到大家的关注 而他们的这个分分合合呢 也往往被众人士挂在嘴边的 在8月10号举行婚礼的 李炳线和李敏珍呢 就受到众多明星朋友的一个捧场 是的 但是 在现场呢 缺席了昔日女友宋慧桥的身影 两个人藏了好几年的分手秘密 在那个时候终于曝光了 来看一下 男神李炳线结婚了 新鸟不是宋慧桥 不过就算是这样 这对曾经的金童玉女 也有过神轩眷侣般的美好岁月 但是分手的原因却始终扑朔迷离 2013年 李炳线和宋慧桥因为合作电视剧 all in而擦出火花 之后一同前往塞班岛度假 并在结束了意大利执行之后 在机场公开练琴 一切都那么美好 只可惜好景不长 一年之后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而两人之前会莫如深的分手原因 也终于在近日曝光 竟然是因为极情戏 对 没错 就是这段宋慧桥和Ring 在电视剧浪漫满屋中的秦密戏 让李炳线度火中烧 并且想出了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的报复性方法 不仅在《谁都有秘密》中 和《求向美大玩亲密》 还与崔之游来了个极情床戏 这样一来 本就居少尼多的李炳线和宋慧桥 也因此感情破裂 虽说爱情是自私的 但是相互体谅那也是必须的 爱不爱都应三三后行啊 你的心情力 李炳线结婚了